曹操的忏悔,降降反目,狮子王侄,吊手猛将,只因他的这个习惯。 历史回来了,今天来讲讲曹操因为坏习惯而后悔,终生的一件事话说,197年曹操难争,张秀不费一枪一弹,张秀就宣布投降,于是怀着旅游的心情。 曹操带着长子曹郎,十一岁的儿子曹丕,还有侄子曹安民,进入晚城曹操尽情享受着天伦之乐,不仅如此曹操还邂逅了张秀的审慎宗室这宗室颇有自私。 曹操看的眼都直了瞧着眼神,恨不得,能把他给吃了好吧,于是曹操宗体大部分都软了接着就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把周氏纳入帐中张秀的,知了这个事情异常暴怒,因为他的说说张秀的他像亲生儿子那么好而审慎,周氏就像他的母亲一样,是问这种虚辱谁能忍受,再加上之前就对曹操又拐自己的爱将胡扯而非常不爽。 于是当再一次听说曹操因为自己对审慎这件事的态度,而要除掉自己时张秀,就下定决心先下手为强。 一谋是,假许之计,假借士兵借到曹操于夜里发动拓,习曹军大乱继而溃散。 曹操也狼狈出逃不仅坐骑,被射死自己手臂也,终了一箭而坠马眼看命不久矣,突然一骑飞奔而来,正是大儿子曹王骑着绝影马而来。 只见他跳下马扶上曹操一拍,马屁股,曹操随马,决尘而去,而曹操则拔出,宝剑冲入追军中无奈追兵众多被乱刀砍死,而曹操的侄子曹安民也死,于乱军之中更令曹操心痛的是自己身边最强最忠实的保镖点也因为保护自己而英勇献身,连头颅也被砍下曹操。 在听闻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战死时没有哭泣。